蔚来汽车单季营收增1.2倍净亏于8亿 5亿收入 来自双积分综合毛利率达20.3% 对于蔚来汽车而言 公司三季度业绩有喜有忧 11月10日凌晨 蔚来汽车公告称 公司第三季度总营收为98.053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16.6% 净亏损8.353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收窄20.2% 值得一提的是 蔚来汽车其他销售收入中 5.17亿人民币来自于双积分销售收入 对于2021年第四季度 蔚来预计车辆交付量 将在2.35万辆至2.55万辆之间 较2021年第三季度 减少约3.8%至4.3% 这需要蔚来汽车在2021年最后两个月中 滤金销量达到1万辆 才能完成目标 蔚来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斌表示 目前的挑战是不知道 接下来哪一款芯片会短缺 我们会寻找替代芯片 目前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 仍需要一定时间 据了解 蔚来汽车综合毛利率上涨背后 得益于新能源积分的销售 电池升级服务等收入的增加 乙斌提到 蔚来销售服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速 高于销量增长速度 刻别是今年 对于交付下降的原因 蔚来官方也进行了详细说明 因部分生产线升级和预备新产品推出 10月销量有所下降 9月30日 挪威蔚来中心开始运营 明年计划至少进入5个欧洲国家 直接提供NT2.0的新车型 对于中国国内市场 蔚来汽车表示 NIO品牌将深入到更多二三线城市